第2122集 能不能出去 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竟然超越了自己的丈夫 做到了他们集无数心力都没有能做到的事情 强势地改写了九节的宿命归图 大家都沉默下来 默默地整理一饮的饭食小菜 按时送到茶室中去 然后接着静静地退出 每个人都知道 这次的相聚是多么的不容易 多么的难能可贵 貌似还具有非常难得的纪念意义 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还是首次的九节建筑全员巨手 当然除了第一代 你们怎么来的 我暂时就没兴趣知道了 我最关心的是 怎么才能出去啊 出去 话题一转回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所有人都归于沉默 而这异样的沉默 持续了好久 始终没有人开口 两久之后 风暴干咳两声 沉声说道 刚进来的那会儿啊 我天天都想着出去 想方设法的出去 却始终没有做到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然后后面的兄弟陆续来到 几乎每迎接到一个新人 我们都会群策群力 极思广义的想办法尝试着出去 可是始终无果呀 出去 很可能是一个奢望了 当初啊 在送兄弟们走了之后 我真正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 过了好久 那种难受 实在是难以形容啊 梦苍惨然一笑 虽然明知道他们不会死 他们实际上 是去创造奇迹的 成为传奇 成为开创崭新人生 辉煌未来 但是 这心里头 总是有些打鼓啊 唯恐那个决定是错的 会真的害死了兄弟们 还有就是 就算现在 你口中证实了 他们还健在的消息 但是 当初自己兄弟 伸去尽数毁在自己手上 肢体不全的时候 心中的那份痛苦 却又其实文字可以形容的 那一刻 可是等于亲手 将自己的一干兄弟 尽数错骨扬灰 魂飞魄散了 现在 我们又岂会不想见到他们 但是 正像他们 知道误会了我们一样 我们心中又怎么会没有半点疙瘩 就算是出心如何 但自己亲手毁灭兄弟的肉身 怎么可能会不难受啊 怎么会没有半点阴影呢 与我等而言 那就是难以忘记的梦魇 痛彻心扉的回忆啊 是啊 兄弟们渴望再度见到我们 但他们心中 未必不怕见到我们 而我们也是如此啊 云东深深的无理常探 众人一阵的黯然 楚阳心中叹了一下 一直以来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却绝对没有把这个问题 想得这么的深入 历代九节建筑 与九节之间的因果纠缠 四简十凡 太难清理 简不断理还乱 非外人能够明了 纵然如楚阳这般 同为九节建筑 同样有一般生死兄弟 只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一遭 纵然对事情了然于凶 却仍旧是无法 真正体会到各种的心酸 如今听到这么一说 这才真正领悟 双方都在内疚 都在想念 却也都在害怕 盼望重建的同时 心底未必不曾恐惧再见 这却是必然的结果了 当初啊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当有一天 九节剧 金光药 金身成 就算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风暴怅然的摇摇头 不过 咱们再出去做什么呢 七个人一道叹息 一时间 恍如英雄气短 兄弟情长 曾经的英雄壮志 烈士情怀 云东静静地说道 在深埋了数万年之后 还剩下多少 别人不知道 我的 只怕已是寥寥无几了 秦方 黑黑冷笑 哼 现如今 除了第一代 九节建筑之外 已经尽数聚集在这 九节剧 已经达到了 然后便是所谓的金光药 这金光药 只怕也不远了 但是金身成 哼 说的应该是咱们那一班兄弟们的金身大成吧 助我兄弟成不死之金身 欲外占天魔 成不朽之工业 相至高无上之荣华 一时间 欺人的眼中 都有些惊莹之意 云东飞升而出 前后只不过片刻光景 就已经回来 屏障还是与以往一样 出不去的 其他几个人 都是早就知道的表情 这些年里 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 前修修炼 修为以惊人的速度飞锁增长 自觉的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瓶颈 可是到现在 却也忘记了这几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为 不过 比之九中天大陆的时候 已经增长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林尊淡淡一笑 兄弟们在屠杀天魔 修为无疑增长极多 我们虽然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步 却也自信 不会落后太多的 楚阳点点头 心道 或许就是这份心态 让他们这些人 在如此安逸的情况下 还是在拼命练功 还在非一般的增长修为 而且还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不练功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修为增长 甚至会自然而然 自动地突破瓶颈 军烈皱着眉头 显然对这个状况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人也纷纷附和 不错 的确有这种情况 而且还不止一次的发生呢 楚阳心中一动 大家这个情况 莫不是 莫不是跟你们的兄弟们有关 我也是这么想过 也只有这样才比较合理 若不然 出关的条件 也不会有金身城这一条啊 我才想着 会不会是咱们的兄弟们 在域外战场上 每杀死多少天魔 或者做出多少贡献 就能带动我们几个的修为 同步增长呢 除此之外 真正难能有更加合理的解释了 七个人同时沉默 随即纷纷点头 表示认同 其实啊 兄弟同命 楚阳欣然说道 纵然深不在一起 心又何曾分开过呀 至少 大家的情谊 总不会变了吧 你们早已经将彼此的命运 都连在一起了 将来 想要不出去 只怕也是不可得呀 七个人尽都纷纷苦笑 难道你们真的不想出去 再次与自己的兄弟们 一起奋战 纵横在域外战场 重光我紫霄天雀吗 楚阳凝重地问道 那种生死顷刻 血火交加的日子 你们真正地忘记了吗 真正地忘记了吗 七位九节建筑 同时目光一亮 怎能忘记 谁能忘记 少年子弟江湖老 白手谁能忘江湖 云东端起一杯茶 轻轻摇动 茶色碧波荡漾 口中轻轻地引我 想当年 欢乐时 一起纵歌长啸 风起处 一起纵马江湖 对强敌 一起畜生入死 临危难 一起火海刀山 兄有势 第八道即网 第有难 兄久死不回 兄弟在侧 我即天下无敌 如是银额着 声音突然尽险 激烈 铿腔 如金铁 胶柄 而其他六个人 静静地听着 眼中 每一个都在散发着光彩 那曾经的岁月争容 那曾经的铁血江湖 那曾经的兄弟战友 那曾经拥有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鲜活 恍如昨日一般 若是有朝一日 能够与兄弟们 在此携手并肩 纵以江湖 在此纵横驰骋 罪卧杀 风暴轻轻说道 虽死 母汉已 其他几人重重点头 在以后的几天里 楚阳和默庆五三女 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楚阳可不是不想走的 因为在这里 他其实并不是很自在的 并不是说这些人不好 正相反 这七个人 每一个都是 重情重义的好汉子 绝对不愧 九阶建筑 这四个字的称号 楚阳自觉的 能够与他们并称 绝对是一份荣幸 但真正的问题 却在于 在云东这里 住了十天之后 接着就被风暴拉走了 自去到风暴那里的 第一晚开始 就是一夜一夜的彻夜长谈 人还是之前聚守的那些人 一个也不少 风暴都因此翻脸 想要把其他六位建筑赶出去 但却一个个的都是死皮赖脸 任打不还手的留下来 陪吃陪喝 外加陪聊 标准的三陪招待 风暴把自己九位兄弟的生平 结实经过 每个人的性情脾气 都一一的详细介绍 分明都已经八万年漫长岁月过去了 但风暴说起来 却是有条不紊 思路异常清晰 点滴无疑 显然 他的兄弟们就在他的记忆中 始终都是形象异常鲜明的活着 从下三天相识开始 到冲上中三天 再去到上三天 每个人都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经历了多少事 多少战斗 每一战具体怎么打的 等等等等 哪位兄弟曾经为我挡刀 哪位兄弟曾经为我怎么地怎么地 风暴的脸上 带着一种久违的享受的表情 唯一唯到来 在风暴家里的时候 其他人只是扮演听众 只有风暴和楚阳 两个人交谈 当然 主要是风暴说 楚阳听 只有偶尔插上一句半句的 至于其他人 则全程倾听 还都听得津津有味 在风暴家中这一住 就是足足的半个月 然后 又被孟仓拉到他家 很顺理成章的大师大和 打败龙门镇 接着又是彻夜长谈 风暴等人 则又成了听众 到了第四位 又回到了云东家里 然后 最终到了军烈家中的时候 楚阳感觉自己要晕了 随时可能真的晕倒在地 我现在真的很恐怖啊 这都什么人呢 真正是传说中的传奇 九节建筑吗 这也太能聊了 楚阳忙里偷闲 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头 哭丧着脸 唉声叹气 要不咱们走吧 真的 莫清武和铁补天文言一正 随后三女哄堂大笑 他们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楚阳如此的无奈 第2122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